童子从袋中摸出一桃 地与旁圈 就是此桃 你们可看清楚 莫要误摘了 四个人围过来查看此桃 见果然非同一般 大小就如枣一般 青中泛黄 长了一身细毛 见他们审看已毙 童子继续说道 未免你们莽撞 师兄这在提醒诸位一句 可记轻了 此谷名唤野人谷 有野人出没 几位世子需小心谨慎 免得让他们抓去 再有 此谷有一群猴子 名唤猕猴 最是爱吃此桃 交代完毕 他扭身进去 四个人看看天色 决定马上就走 因有野人的事 旁娟 孙斌 张仪 带上了宝剑 苏秦也寻了根木棒 拿在手中 依童子的嘱咐 沿门前山西 速流而上 四个人走有几个石站 山越来越大 林 越来越密 小溪 驱来拐去 不见尽头 将近五十 四人远远地听到水声 走到近前 却是一处绝壁 小溪从壁上飞流而下 形成飞铺 铺下绘成一个深潭 四个人在坛边 寻了石头坐下 一面琢磨 如何上去 一面寻色 弄些吃的 张仪抬头 看看石壁 扎了扎舌 哎呀 这处绝壁 起码也得七八丈高啊 这如何上去呢 旁娟审笑 回去的路 顺流得很 张仁兄若是灰心 这就拐回去不迟啊 张仪鼻子里横出一声 呼得站起身子 哼 谁先上去 还说不准呢 他起身拉起了苏琴 苏兄 让他们歇着 我们巡路去 二人没有朝前 竟是回头走去 旁娟看他们一眼 哈哈长笑了数声 坐在那一动不动 孙兵也起身道 贤弟啊 咱们跟上嘛 都是兄弟 莫要走散了 旁娟呵呵一笑 哈哈 有那野桃子在 散不了 孙兄只管歇着 何时歇得足了 在下带你攀上去就是 孙兵看了看石壁 皱着皱眉 啊 攀上去 哎呀 孙兄放心 在下保管孙兄 走在那两个人前面 孙兵只好坐了下来 二人歇了一阵子 吃完小鱼 旁娟似也歇足了精神 起身走到一处 葛藤前 抽剑斩断了两根 接到一处 再一端 绑上石头 瞧准了牙间 一棵松树 嗖的一下 扔了上去 石头 不偏不倚 绕在了松树枝上 旁娟放松葛藤 石头自垂了下来 旁娟接过 将石头在葛藤上绕一绕 挽了个结 用力一拉 葛藤便缠在了松树上 旁娟将绳子一端 拴在腰间 攀了葛藤 嗖嗖一下 身子已在松树上了 她收起葛藤 如法炮制 将葛藤再次扔向 崖顶的一棵松树 没过多久 旁娟就已经攀制了 牙顶 将葛藤 抛至飞铺下面 孙斌接过 也如旁娟一样 拴在腰间 攀了葛藤 静置牙顶 从斩断葛藤 到攀上牙顶 二人前后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孙斌 站在牙顶 望着牙下 不无佩服地 对旁娟道 哎呀 贤弟 真是好手段啊 旁娟耸了耸肩 此等小事 何能难住在下呀 孙兄 走吧 孙斌大吃了一惊 贤弟啊 不等苏秦他们了 那姓张那小子 猴精一般 说不准此时 早已经悄悄走到前面去了 孙斌连连摇头 断然不会的 即使他们上来 也必在牙顶 等候我们呢 旁娟想了一下 有了 他抽出宝剑 拿剑筋 在一块石头上刻道 苏兄 张兄 我们先行一步 探路去也 刻完了 旁娟审看一眼 对孙斌笑道 孙兄 这下如何 孙斌看住旁娟 执意先走 只好依他 二人沿着小溪 一路走去 走至天色昏黑 二人越过石树道飞铺 小溪 仍旧未见尽头 只好寻处地方 熬过一夜 次日 继续前行 行至中午 溪水 陡然不见了 横在前面的 竟是大小不等的卵石 二人大事惊议 详细查看 原来溪水 是从卵石下面行走 只闻水响 不见水踪 显然呢 由此处开始 是暗河了 旁娟若有所悟 孙兄 看来此处 当是小溪尽头了 孙斌也点了点头 贤弟所言甚是啊 溪水 从石下走了 旁娟抬眼望去 山更幽 谷更深 林更密了 树也更大 旁娟观望有情 指了指前面的山谷 孙兄啊 这里并无他谷 看来我们所在之谷 该是野人谷了 孙斌再次点头 寻快石头坐下 贤弟啊 我们就厚在此地吧 苏兄他们 不定这就赶上来了 旁娟回望了一眼 不懈地应道 哎呀 不必等了 不定他们看到险恶 早就返回去了呢 不会的 苏兄张兄 绝非等贤之辈 我们在后一时吧 旁娟定要逞能 坚持说道 孙兄 我们先走一步 在野人谷尽头的悬崖下面 等候他们 这样如何呀 哎 这 孙斌想了一下 哎 临行之时 师兄曾说此谷 换作野人谷 有野人出没 等苏兄他们到了 人多胆壮 万一遇到野人 也好有个应对呀 旁娟 这也想到童子所主 不敢再逞强了 赶忙点头 嗯 就依孙兄吧 我们可与此地 小睡一觉 那两个蜗牛啊 若是没有知难而退 蒋地会在天黑前赶的 话音尚未落下呢 远处飞来张仪的叫声 前面说话的 可是旁兄啊 旁娟斗吃了一惊 迎胜一看 果是张仪 苏勤二人 各自煮了木霸 气喘吁吁 看到二人的狼狈样 旁娟哈哈地笑 哈哈哈哈 二位仁兄 在下与孙兄在此恭候数个时辰了 张仪甚是佩服啊 哎呀 哎呀 旁人兄果然好手段啊 哎呀 我们是紧赶慢赶 总是迟到半步啊 哎呀 张仪服了 四个人说消了一阵 被足了清水 见天色尚早 义无反顾地走入了野人谷 此地山高谷深 谷底 围见卵石堆堆 不见一滴流水 四人一路走去 直到天黑 仍未走到尽头 也未遇到野人 看看天色将晚 他们寻些浆果吃了 在隐蔽处歇过一夜 次日又走了半日 方见两边山势 陡然地锁住 前面再无山谷了 唯有一条绝壁 横在面前 好一处绝壁呀 四个人抬头望去 无不倒吸了一口凉气 整个绝壁巨大无比 高约百丈 直上直下 就如一堵上天气旧的城墙一样 再过细一看 此壁 竟是一整块巨石 只在六七十丈高的地方 现出了一条缝隙 缝隙中长出了一颗 碗口粗的松树 和几株如荆棘般的植物 因离地面太高 他们看不真切 知其壁是童子所说的野桃树了 四个人目瞪口呆呀 好长时间过去了 谁也没有说话 最先打破沉默的 是苏秦 对着绝壁看有一时 苏秦慢慢地蹲下了身子 这么高的地方 又不是只鹰 如何上得去呀 张仪复合 乖乖 山中这么多果子 先生吃什么不好啊 偏要吃那几颗藤上的 倒是旁卷机敏 眼中四下乱转 看到绝壁上 垂下了些许爬藤 星星点点 或长或短 荡在绝壁上 随风飘动 他心中一动 指着他们道 哎 我们设法 从别处攀到崖顶 再从上面 掉根爬藤下来 或能摘到桃子 三个人抬眼望去 见那稀稀疏疏的几根青藤 细的 就如头发丝一般 无不摇头叹气 旁渊不服 走到附近四处寻觅 不一会儿 旁渊又惊又喜 大声地叫道 三位人兄 快看这 众人挤走过去 看到一株植物上 挂满了毛茸茸的桃子 旁渊从袖中 摸出了童子 交与他的那颗野桃 两相比照 竟是一模一样 张仪抬头望去 更是惊喜 快看 这种桃子 出处解释啊 三个人再望上去 天哪 竟是一片野桃的世界 足有半亩大小 处处皆是桃藤 雷雷果实 挂满了枝头啊 孙斌宁没到 师兄交代了 先生要的是绝壁上的桃子 不是谷中的桃子 想必两种桃子 味道不同啊 旁娟摘下一颗桃子 放在口中 刚咬一口 感觉又色又酸 赶忙吐出 做了个苦脸 哎呀 哎呀 孙兄所言甚是啊 这桃味道不对啊 三个人见了 各摘了一颗长光 无不吐了出来 旁娟急了 将童子给的那颗 咬开尝过 也吐了出来 转忧为喜 诸位诸位 就是这个味啊 三个人分头尝过 再尝树上枝头 味竟是无一丝区别 旁娟看着周围的地势 哈哈一笑 诸位仁兄 你们看 此处僻静 想必先生啊 未曾来过 婴儿只知 崖上有桃 不知此处也有桃 我们可将此桃摘回 就说是崖上枝桃 想必先生吃不出来的 孙兵 私存有情 点了点头 摘回去可以 但只能说是谷底之头 不能说是牙上之头啊 旁娟连连摇头 哎呀 孙兄差异啊 先生有言在先 要的是牙上之头 不曾说要谷底之头 我们已经来到牙下了 摘回的却是谷底之头 莫说别的 纵使童子也会取消我们的 张仪截住了话头 二位不要争了 我们各摘一些回去 谁也不许说是谷底之头 先生若能识别出来 在下就服了 若是识别不出 我们谁也不可说破 心中有数即可 见张仪旁娟定要这样 孙兵和苏秦也无话说 各自寻了众眼的桃子摘下 拿袋子装了 按原路回去 返程路熟啊 加上连走了数日 四个人的角力也上来了 不晓两日 就已经回到了鬼谷 各将一袋桃子 乘与童子 童子咽过 抬头问道 这些可是牙上之头啊 旁娟大大咧咧的 嗨嗨一笑 当然了 师兄若是不信 尝一口就是了 童子也不说话 收过桃子 静进了草堂 四个人也是困了 回到草舍倒头就睡 一日晨起 童子拿着四袋桃子 走到四人的草舍面前 将袋子啪的扔在了地上 先生说了 这些桃子 你们留着自己吃吧 旁娟章一相试意 不约儿童地问 那先生为何不吃啊 童子扫过他们一眼 四位世子 请跟我来 四子心中打鼓 忐忑不安地跟着童子 拐进了一处山坳 童子指着前面一片树丛 你们过去看看 就知先生为何不吃了 四人急走过去 目瞪口呆 因为横在他们眼前的 是一片更大的野桃林 旁娟摘下一颗长光 果然也是又色又酸 与他们费尽辛苦摘回来的桃子 毫无二知 童子缓缓走过来 四个人无话可说 各自低下头去 童子审笑 哼 知道先生为何不吃了吗 旁娟眼珠一转 做出悔过的样子 哎呀 小师兄啊 我们知错了 请师兄转成先生 就说我们呢 这就返回野人谷 定为先生摘下牙上的桃子 童子白了他一眼 再逐个的扫过众人 哼 牙上的桃子 就凭你们 此生怕是摘不回来了 四个人眼前立即 浮现出陡峭光滑的石壁 合手探服 张仪心中一动 抬头问道 请问师兄 先生是否早就知道 我们摘不下来呀 哼 当然了 张仪不服了 那 先生既知 为何定要我们去摘呢 这不是有意为难吗 你们摘不下来 有人却能 庞卷疾问 谁呀 猴子啊 童子以长者的口吻教训 他 智者 善假于物 你们临行之际 师兄已经告诉你们了 此骨居住 一种猕猴 甚是爱吃此桃 此桃 成熟时节 猕猴往往会 与凌晨时分 结伙 攀腾而杀 跳到松树上面 在那儿吃桃 猕猴爱闹啊 往往是一边吃桃 一边摘桃打闹 你们若是心平气静 善于观察 必能觉察此事 届时只须 候在下面不费吹灰之力 伸手接住那些猴子 扔下的仙桃 就可品尝鲜果了 童子这么一讲 四人完全心服了 庞娟朗声道 哎呀 请师兄转告先生 我们这就去取桃子 童子白了他一眼 哼 这就不必了 先生口味甚是特别 一年之中 牙上枝头 唯有前两日好吃 你们再去 已过十日了 啊 那 那 那先生总该 吃点什么吧 先生 心采了一品茶叶 需用侯望尖的干泉水 充饮 先生说了 你们四人若有怨心 可去各集一桶 干泉之水 供先生充茶 四人皆是振饭 庞娟急问 请问师兄 侯望尖在哪啊 童子指着不远处 一个高耸入云的山尖 就是那个山尖去 你们可认准了 莫要跑错地方 在山尖的西侧 离山顶树杖处 有一孤松 松旁有一山泉 先生要的 就是那道泉里的水 半个时辰之后 四个人各自 背了盛水的木桶 离开了鬼谷 望着侯望尖 寻路而去 那个山尖看着不远 走起来 却是废时 四个人沿着谷底 一条小径绕来转去 只走了大半日 方才到达山脚 四个人抬头望去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侯望尖 就如一桩孤住 拔地而起 耸露 云记